多伦多市长庄德利表示 由于多伦多的新冠病例持续增加 估计预期未来数天 政府会就是否继续允许 十四提供堂食服务而做出决定 多伦多市政府早前已要求 安省政府重新收紧十四的规定 再度禁止十四提供堂食服务 及限制室内健身活动 但安省省长福特表示 由于对企业造成严重影响 故做出决定前要有强而有力的证据 证明疫情已出现恶化 但有批评指 福特并不知道多伦多的病例中 有多达百分之四十四个案 是与餐厅酒吧及娱乐场所有关 庄德利表示 达成共识的应该是专家 而非政治任务 他表示正与安省进行十分具建设性 十分紧密的讨论 希望可寻找合适的方法 而参与讨论的人士 全部都知道决定会对十四经营者 有什么影响 但庄德利表示 必须根据建议 及预期会造成的影响 而做出痛苦的决定 他强调有关决定尚未达成协议 但相信在周末前 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 岸省路德新冠肺炎个案的学校 增至379间 过去24小时 载有69名学生及15名教职员染疫 反映学校疫情似乎转差 截至周三早上 染疫的总学生人数为402人 教职员有117人 连同203名其他独立人士 与学校有关的病例达722宗 至今有379间学校路德感染个案 其中两间需要关闭 另外路德染疫个案的幼稚园 至今上升至101间 其中23间需要关闭 过去24小时 幼稚园学童新增14宗感染个案 令截至周三早上 幼稚园学童的整体感染个案 上升至124宗 而职员染疫人数再增9人 至总数86人 随着有更多学生选择 在家中进行网上授课 故预期未来数周 多伦多各小学将会流失 至少一名或多名教师 多伦多教育局表示 旗下161间小学 预期会失去一名教师 97间小学会流失两名教师 36间小学会流失三名教师 21间小学会流失四名教师 9间小学则会流失四名以上教师 多伦多教育局于年初 已为网上教学雇佣800名临时教师 由于重组的关系 部分回校上课的学生 可能不在或同一教师授课 部分学校更有可能将不同班级合并 令学生群体出现转变 诶 6 7 7 7 6 13 10